接着继续带你来看到圣诞节将近 社团法人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 也为服务的弱势独老送上浓浓的圣诞气氛 连续第六年花莲圣路家堂教友 日前在牧师的带领下为独老献唱多首经典诗歌 制证祝福卡片 并带导保佑健康平安 提前陪伴长者度过欢乐温馨的圣诞节 81岁的阿美族陈爷爷独居在大城社区 双腿因早年车祸而不良于行 后来前少再走进教会 日前圣路家堂11位教友带着圣诞帽拜访 在牧师梁范围带领下 为独老献唱多首经典诗歌 制证祝福卡片 并带导求主保佑健康平安 场面温馨将爱与温暖传入独居长者的心 从之前和牧师一直到现在的梁牧师 还有所有的教友 在假日的时候放下手边的工作 然后抱着一颗非常感恩开朗的心 到长辈家去报佳音 这一次我们选择的两个长辈 一个是独居 那一个是老老相依的家庭 那对于这些卧床 或者是没有办法出门的长辈 这个到家里到佳音的活动 的确感染了他们 也给他们很多的感动 那其中一位陈爷爷就不断的唾气 那其实他听到这样的圣歌 是心里面很欢喜 那也很难过 因为他因为受伤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到教堂去 那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这一次我们把这个佳音的活动 带到家里 也带给他很多的温暖跟祝福 我们也希望呢 这个抱佳音的活动可以持续下去 牧师良范围表示 教堂规模不大 但仍希望身边的人都能收到美好的祝福 老家协会表示 感谢圣陆家堂连续第六年 在圣诞节前夕 举行报家音活动 目前也在募集爱心年菜 希望有更多人出钱出力 一起关心身边需要关怀的老大人 记者长邦彦宏 举行报导